大家好 我叫赵金宽 今年27岁了 快就到这个儿立之年了 我的理想职业是作为一名管理者 而现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我的问题是如果规划 才能够更快地实践我的理想职业 为什么你说机会越来越少呢 因为年纪在不算是在越来越大 然后我觉得就这个越来越大了 心态大也会越来会做很多的 自己的梦想的追求的时候 可能会越来越来 觉得机会越来越少 这是你的感觉了 不是事实 就是因为管理的那些位置 都是年龄很大的人 管理的位置永远都在那 不会变少 如果中国的经济在发展 公司在增多 总体的机会还是在增加 所以说27岁年龄还是很年轻的 我27岁傻乎乎的 啥都不会 所以我觉得用不着着急 就是你关键是把你现在机会把握好 把现在事情做好 你着急没有用 你着急有什么用 不帮着解决问题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听明白吗 听到了 有点声音有点 传出不是很好 可以 我觉得 王总这么一说的话说 我的主要是想着尽快的能够实现我的理想职业 尽快 他想尽快 王总 这心态对吗 这可以理解 这可以理解 尽快 但是这个快和慢是和你自己的努力有关 对吧 比如说你想变成管理层 那你得 需要做经历的 对 不是经历 就是你得做出业绩 对吧 那你得让人家有理由把你提拔成管理层 或者你自己创业 对吧 你光着急是没有用的 所以最最重要还是把你的工作做好 这是最重要 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对啊 对啊 做出成绩来 对吧 没人会平白无故的 从一个没成绩的人 或者成绩平庸的人 拔一个人做管理层 没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 对 对 对